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工是他们所谓叫statutory employee 那你只能卖这一家公司的产品 好处在哪里呢 你刚开始进来有人带 有office support 有manager来带你 缺点呢 你只能卖一家公司 而且你的commission level也会比较低 那刚开始有些人开始用这样的开始的 可是大家发觉一件事情 第一个 全部要进来的人必须是full time 很多人可能说 我现在我有很多的payment 我没有办法负担来做 所以呢 我可被part time开始 那在这个系统就没这个弹性了 第二个呢 在现在的社会的环境里 大家资讯越来越发达 他们知道没有一家公司可以代表所有的产品 有所有最好的产品 所以呢 出去打仗 你如果只在一家公司的话 你对客人的服务就很有限了 所以呢 过去二三十年呢 很多呢 就开始变成我们叫独立经纪人 就independent agent independent agent 它的好处在哪里 因为它自己是独立的个体 那它可以代表各物数GA呢 代表很多保险公司 那这好处呢 你可以给客人更多的选择 你可以里面有 当你不同的情形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公司 那你的community level也就比较高 你也没有一定要说服务态去来做这件事情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 因为通常这个系统都认为你已经会了 所以呢 它在training holding 跟supporting上就不是那么强 都不是那么强 所以呢 大概呢 他们所以常常讲的话一句话 If you are independent you are alone 那所以这两个呢 主要呢 大概是 要不然是找有经验的人 要不然找服务态的人 那很多人呢 对这个行业parting有兴趣的人 他们剩下就没有太多的选择了 所以在外面有很多 比如说用传销的方式来做这些公司呢 他们的好处呢 就是说很多人可以parting开始了 他不需要有太大的commitment 然后呢 刚开始有一个teamwork 可是呢 这一类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有太多上面有太多层 要来take a commission 反而真正做事的人反而没有抽到多少 第二个 他们以recruit人为主 recruit member为主 希望以internal consumption为主 所以呢 不希望大家学的太多 懂得太多 结果呢 很多时候最糟糕的在这里的时候 因为他不知道很多细节 所以呢 最大的risk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所以造成一些这些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误导的方式 最重要的 因为上面抽了这么多层以后 最后自己真正在做marketing的人 反而不一定赚得到多少 除非你下面有千均万马 但是又成何容易 但是呢 它的好处是提供part time 的opportunity 跟你有teamwork的好处 那我们公司呢 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三个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那如何我把它的优点保留住 优点保住而缺点去掉 所以当时我成立我们agency的时候 那我就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有captive的support 然后呢 有independent的contract 跟contract level跟选择 最重要的也有一般part time的teamwork 跟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才能最 帮助agent能够做到更高的成长 所以呢 在目前我们公司总共大概有80个full time的staff 就专门做handholding 做training 培训 我们做了很多这一方面的工作 我们也直接代理40几家包围公司 我们也可以提高非常competitive的compensation 最重要的 我们说在里面呢 如果你刚开始需要help 我们也有很多teamwork的方式 我们有experience也可以帮忙带 那你自己想带agency也都有机会 就是这样的好处呢 能够把这三个system的好处都集中在一起 最重要把不好的地方都去掉了 所以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保险界应该走的未来趋势